师父说,要把儿女的琴转成发琴。 这个词有问题,转变成发卷术。 我常常讲过,家庭这个卷术转变成发卷术, 转变为同餐导游。这样子好。 说,要如何转变? 我有一位亲戚学佛多年,平时修持很好, 广受豪平。如今儿子重伤在床,他受到很大的打击, 每一提起泪流满面,不能释怀。 于是,我想到,师父讲过,把儿女之琴转为发琴, 就不知如何是转。这种母子之间的牵挂,似乎是天心。 我要如何劝他减转他内心的痛苦。 所有一切,或是人为,或者现在人讲的是自然的, 其实自然也脱不了因果。 业障先起,要懂得消业障。 消业障的方法,最重要是忏悔。 你看,普贤菩萨教我们,忏悔业障。忏悔是什么呢? 真正要反省,知道自己的过失。 我们佛家叫开悟啊,叫觉悟啊。 知道自己过失叫觉悟啊。 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,叫修行。 那就叫忏悔业障。 我在修佛初期的时候,刚刚接触佛法, 接受张家大使的教诲。 他老人家勉励我,佛师门中有求别。 不应。 然后他告诉我,有人求不应啊。 为什么你有求不应呢? 是因为你有业障障碍。 感应不能先进。 因此,一定要把业障碍除。 业障怎么碍除呢? 后不再造。 感应就先进。 你没有这样的觉性毅力。 知道自己过失,在佛面前求忏悔。 求完之后第二天还在做。 这个业障碍。 这个业障碍不能消除。 所以你正,守心,真正要信佛。 真信不容易。 真信就能够放心。 凡是佛的教诲做不到。 李老师讲过。 张家大使讲过。 不信啊。 信了,哪有做不到的。 信为道运功德母啊。 所以这个信里头夹杂着有怀疑。 所以他就做不到。 真正做到这样, 断仪身心。 断仪可不是容易死去。 断仪一定要接受教诲。 这个教诲那就不是短时间的了。 接受佛法的熏陶。 熏陶还是要靠自己,不能靠别人。 靠老师。 老师不能跟你一辈子。 你也不能天天跟在老师身边。 要靠什么呢? 要靠金教。 金教也不必多。 一两门足够了。 那才叫一门深入。 所以基础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 我们今天强调的, 它都不是金教。 金教谈不上, 你没基础。 所以先打基础。 基础一定要建立在静业三福, 这个直到杠铃上。 那么静业三福头一个, 那你的弟子归你要落实。 十三业你要落实。 弟子归十三业要落实。 你就有条件学佛了。 这两样东西没有, 你没有条件学佛。 那你的学佛, 天台大师所说的, 明字为重。 有名无实。 你不是真正学佛。 真正学佛, 没有不得受用。 那个不得受用啊, 那你佛没学好啊。 我常说啊, 你算命看相的都懂得。 相随行传。 你一修学有没有功夫, 得力不得力, 从相貌就看出来了。 行善,相貌就善。 行慈悲,相貌就慈悲。 心地善良慈悲, 身体一定清净, 一定好, 一定健康。 这不能骗人的。 不但你的身心都改变了, 你居住的环境也改变。 这环境一般像磁场, 我们中国人叫气氛, 不一样。 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啊。 所以说, 一定要从内心里就改过。 断食物修善。 那断食物修善, 最具体的就是把地质规落实。 字字字句句都做到。 那个时尚一点都不困难。 然后才能够入佛门。 入佛门, 你看, 佛就传授你。 三规也。 三规也是修佛。 总的迟导抗礼。 总的原则, 总的方向, 总的目标。 一进佛门, 先就教你。 你以后一生, 不管修哪个法门, 不管学哪个宗派, 都不能够啊, 偏离这个原则。 偏离这个原则, 你就做错误了。 这个三规是, 觉正经的。 觉而不明, 是规复。 正而不邪, 是规复。 静而不然, 是规复。 这叫三宝。 三宝是自己, 自信三宝。 自信觉, 就是无量智慧。 自信真, 就是无量的能。 自信静, 就是无量的佛宝。 你看佛, 就把你传授了。 那你一生地修学, 八万四千法门, 无论哪个方法, 都是修觉正经。 立开觉正经, 就不是佛法。 你就不是佛的学生。 佛的学生, 无论修哪个法门, 决定是, 走觉正经这个道路。 就是, 受持三规, 驱逐中介, 从这下手。 你才能够一门深入。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, 你从哪里, 你找不到门口如啊。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 转变, 就从这个地方去转。 真的, 转迷些人, 唯觉正经, 感应就陷进了。 你这个做母亲的, 要为你的子女修。 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她, 有很明显的感应。 都是要有真实的功夫, 才能得感应。 不是从自己真心里面去做, 都不会有感应。 这个道理要懂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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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